《昏营》继续收听《五脸巅峰》第4032集 《雀宁洗魂灯》 小河素来大大跌跌,疯疯癫癫 杨开从未见过他说这句话时脸上的忧伤 心头一动,郑宇多问几句 身边的曲画商却忽然轻轻地哼了一声 紧接着身子颤抖起来 杨开面色一变,连忙朝他望去 怎么了 没,没事 曲画商倔强地摇头 杨开却已看出了不对 月光下曲画商的脸色此刻明显有些苍白 一身契机都起伏不定 小河探手抚在曲画商的额头上,惊呼道 好凉啊 杨开的脸色凝重 抓过曲画商的胳膊伸出两指搭在他的手腕上 催动力量插探 确实如小河所言 曲画商的身子很凉,犹如冰块一般 即便只是靠近 杨开也能清楚地感受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意 但这寒意不过维持了片个功夫便阴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滚烫的火热 曲画商口中艰难地哼哼着,眼神朦胧一片脸色血红 而且在杨开的探查下,他体内的契机也混乱得一塌糊涂 修行而来的力量仿佛脱了僵的野马 在曲画商的经络之中横冲直撞 杨开与小河对视一眼,异口同声 血宁喜魂丹 天下灵丹妙要无数 但若说什么丹妖最为邪恶鬼命 那无疑便是这血宁喜魂丹了 此丹由第二任白莲教教主研制而成 乃是白莲教的不传之谜 素来只有白莲教教主才懂得炼制之法 而此丹也是白莲教高层控制手下的力气之一 服食此丹者,若不定时服用解药 体内气息便会变得紊乱 犹如曲画商此刻的表现时冷时涩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最终暴体而亡 白莲教教徒无数 底层的教徒就不用说了 那些中层高层的教徒数量也有不少 白莲老母虽然神通广大 却也没办法保证手下人对自己的忠诚 所以很多白莲教的中高层 尤其是唐主这一级别的 都常年被这雪宁喜魂丹控制 唯有彻底得到白莲老母的信任 才会免去这样的待遇 杨凯本以为地位到了曲画商圣女这个程度 足可以得到白莲老母的彻底信任 不必服用什么雪宁喜魂丹 然而直到曲画商体内毒性发作 他才明白自己错了 曲画商纵然是白莲教寥寥数名圣女之一 也一样被雪宁喜魂丹控制着 根据好奇点得到的情况 服用这雪宁喜魂丹之后 每隔三月便需要服用解药一次 否则便会生不如死受尽折磨 算算时间曲画商被自己掳来死地 差不多也有三个月了 换眼知 他上次来见自己之前应该服用过解药 到了如今 时日一到 雪宁喜魂丹的药效便发作了 药影子是谁 杨凯脸色凝重地问道 其实不用问 他也知道药影子绝对是白莲老母本神 宁写喜魂丹的炼质 需要用到人的鲜血 而解药的炼质 也需要同一个人的鲜血 付出鲜血之人便是那药影子 唯有此人的血液才能炼质出对应的解药 曲画商的身份乃是白莲教圣女 唯有白莲老母亲自作为药影子 炼质凝血喜魂丹 才能有效地保证她的忠诚 怎么办 小河紧张兮兮地问道 她深知宁血喜魂丹的强大 生怕曲画商就这么死掉了 若是曲画商死了 那她可就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了 杨凯只是略一犹豫 便拦腰将曲画商抱起 一边催动力量护住她的心脉 一边朝外行去 走 想要救曲画商唯有去找白莲老母 她到底还是低估了这第九世的难度 本以为将曲画商努略至此 只要朝夕相处 花个十年八年的功夫 早晚有一天能够今成所致 今时为开 但曲画商既然中了宁血喜魂丹制度 那之前的计划就只能抛弃了 如今救回曲画商的性命才是关键 好奇店与白莲教争斗了这么多年 却一直都不知道白莲教的老巢 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是好奇店打探情报不利 而是白莲教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巢 白莲教的据点无数 白莲老母所在之地便是老巢 然而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转换一个地方 转换的规律 唯有最心腹之人才能知晓 寻常时候 即便是白莲教的唐厨们 想要寻她也无从下手 好在曲画商的地位不低 圣女自然是有资格知晓 白莲老母的藏身之地的 曲画商的意识视而清醒 视而昏迷 杨开断断续续地从她口中打听着白莲老母的行踪 足足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杨开才与小和来到一处深山之中 山中有人居住的痕迹 在那最隐秘的丛林深处 甚至有成片连绵的建筑 这里又是一个白莲教的隐秘据点 杨开与小和的到来 显然是早已被外围放哨的白莲弟子所察觉 所以两人才刚踏进此地 便被四面八方 无数白莲教徒包围 一道道强大的奇迹 牢牢将两人锁定 更有人目光疑惑地 在杨开怀中的曲画商身上转来转去 圣女他们自然是认识的 搞不懂圣女为什么会被一个男人 这么抱在怀里 这让杨开收到了很多仇视愤恨的目光 小和犹如被激怒的豹子 喉咙里不断地发出 犹如低沉售吼的声音 表情跃跃欲试 这么多白莲教徒 他很想大开杀戒 然而纵然两人是当今世上最顶尖的强者 面对这么多白莲教高手的围攻 也是凶多吉少 换言之 当两人踏进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了 我就说啊 这一大早的枝头上喜鹊怎么喳喳叫 原来是有盖客来临啊 一声娇笑传来 一个身穿白裙的中年妇人 从人群后方徐徐醒来 这妇人虽然上了年纪 但风韵犹存 看得出来 年轻时绝对是个难得的美人 即便是如今的年纪 也是不可多得的游户 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一身几百衣裙 更衬托的他如莲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 杨开转头望着他目光淡然 彼此是老对头了 交手也不止一次 没必要多说什么 都不要这么紧张 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吗 白莲老母咯咯倾笑着 犹如少女一般 这位可是好气殿前任殿主 杨开 他要是想杀你们 本教主可救不了你们 众多围惧在身边的白莲教徒 出现了一瞬间的慌乱 杨开之名对白莲教徒来说 具有难以想象的威慑力 死在他手下的白莲教中不知反击 他也被所有的白莲教徒视为头号大帝 手下人的表现让白莲老母看在眼中 轻哼了一声 句号地望着杨开道 哼 不知好气殿殿主来本教有何贵干 杨开摇了摇头道 我已不是好气殿殿主了 好气殿之事也与我无关 教主不必这般愁事 来这里只是为了救人 白莲老母的目光 在阳开怀抱中抱着的曲花生身上 流转了片刻 救他 是 白莲老母冷哼道 哼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对本教主有用之人 一种是无用之人 他既被你所擒 那便是无用了 要杀要剐 你自己决定 白莲老母身后 还有几个青春靓丽的女子 看起来应该都是白莲教的几位圣女 此刻听闻教主这么说 顿时都难言喜色 他们这些圣女可是经历了重重磨难 历经千辛万苦才被提拔上来的 而曲花生却是在对整个白莲教毫无贡献的前提下 便被提拔为圣女 他们自然会胜出嫉妒之心 觉得老母偏心 但他们不敢在老母面前有丝毫不满的表现 若是能见到曲花生身死 就此少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他们自然是很开心的 我要救人 杨开旦旦道 那你便去救 他中了宁血喜魂丹 白莲老母放声大笑起来 也余地望着杨开 哈哈哈哈 我自然知道他中了宁血喜魂丹 可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救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他毕竟是白莲教圣女 你若见死不救 就不怕手下人心寒吗 谁敢 白莲老母一声吏喝 诸多白莲教教徒顿时尽若寒蝉 他锐利的目光如阴森般左右环视 每个被他看到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低下脑袋 身后的几个圣女更是如寒冬中的鸢蟲色色发抖 好片刻他才咬牙看着杨开 以前没瞧出来 你也是牙尖嘴利之人 救还是不救 扬开目光夺夺逼人 一身杀鸡若有若无的弥漫开来 大有白莲老母口中若蹦出个步子 便要大开杀戒的意图 他是我白莲教的人 救不救轮不到你来管 本教主想救便救 不想救便不救 白莲老母咬牙哼道 话虽这么说他却是微微偏偷 下一刻一直站在他身后的几位圣女之一身形轻盈地跃出 几步便跳到杨开面前 看得出来这位圣女是很紧张的 毕竟直面杨开这样的顶尖高手 还是需要一些心理素质的 他小心翼翼地冲杨开伸出双手 示意自己并无恶意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脸巅峰第4033集